你好,欢迎收看4月7号大华联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收封箱设立达16年的风里老人日拖关怀站 多年来运作得奖无数,并且经常有外线市团队到访观摩 县长徐正蔚在丰田碧莲寺的主任委员中美珍陪同之下 特别来到了风里老人日拖站 勉励老大人们在疫情间要做好自身防疫措施 自93年成立至今,华联县收封箱的风里老人日拖关怀站 是县内成立最久的日拖站之一 多年来多次获得评鉴特优第一名 常有外线市团队到访观摩 华联县长徐正蔚7日在办理109年度春季晋天祈福活动 来到受封箱的丰田碧莲寺 参拜祈福完后,在丰田碧莲寺主任委员中美珍的陪同下 前往风里老人日拖站表达关怀之意 这个防疫啊,大家一起来,对不对? 对! 每一个人把自己管理好 那我们家庭的周遭环境管理好 我们家庭出公共场合要戴口罩 出了家门就要怎么样? 戴口罩 这个病毒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对不对? 对! 这一次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 关键公共场合的新鮮环境 我们做得好 让大家更安心更安全,好吗? 好! 如果有时候有些人比较不舒服就休息 咖啡会来,在镇里面说我今天不舒服 好,不要来,让大家都放心,好不好? 现场呼吁现场老大人们 防疫期间随时做好自身防疫措施 戴上口罩 也提醒若身体感到不适 应减少到公共场所并精速就医 风里老人日拖站每周定期办理聚会 与秀风箱老人会、门诺基金会等单位合作 提供一系列健康课程 让当地老人家可以随时获悉各项福利措施 以及获得妥善照顾 记者长邦彦收风箱报导